男子区国昌国中极舰队 去年创下全国锐舰三连霸的佳击 而今年全忠玉也拿下了国中男子组 军刀个人赛的冠军和团体赛的季军 选手们最感谢教练的鼓励和支持 而教练陈又玲曾经也是国昌极舰队的一员 现在把经验传承给学弟妹 希望极舰队能够永续发展 男子区国昌国中是高雄市培育极舰高手的摇篮 从民国8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21年 不论是全国赛或是室内赛都有很好的成绩 我想说这些表现就在在显示说 我们国昌国中的极舰 不只是我们高雄市的一个选手训练的腰狼 也是全国长胜军我们培育的一个重镇 我想这是国昌国中一个非常引以为傲的 一个体育班的一个特色 国昌国中极舰队在去年创下 全国锐舰三连霸的佳击 今年在中正积极馆进行的全中域 也由郑浩元同学拿下国中男子组军刀个人赛冠军 他参与的团体赛也拿下季军 这是比赛打到冠军 那我觉得就是很谢谢教練说 我在比赛的时候 途中都在我背后教我 支持我教我怎么做动作 也谢谢教練这三年的教导 然后我帮他打到冠军 团体赛打的那天状况打得还蛮好的 就是我把动作都放开来打 然后因为我们的第三棒是别的剑种的 所以另外一队是三个都是同个剑种 然后我们第三棒的就是有被他们追分 追比较多 郑翔宇同学在个人赛中虽然八场止步 不过在团体赛大家携手合作 共同发挥实力 他们最感谢的都是教练 因为有教练的知识和鼓励 他们才有好成绩 小朋友因为中等学校是他们最重要的比赛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我都会 我不会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对我只要跟他们说你正常表现就可以了 所以到比赛那一天 我也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紧张 你们只是把平常所表现的态度 稍微再表现好一点 对所以就让他们用平常性 你们平常怎样的训练 你们就是在场上表现好一点 陈佑玲不仅是教练 还是国昌国中的杰出校友 曾经也是极舰队议员的他 现在把经验传承给学弟妹 希望国昌极舰队能有序发展 港渡新闻吴炳源许出凯采访报导